好,大家好,我是桑浦 我們今天講一講關於香港經貿文版停止運作 尤其是台灣的香港經貿文版停止運作的一些問題 眾所周知,在5月18日,即上個星期二 香港特區政府叫停了,暫停了 駐台灣的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簡稱經貿文版的運作 亦都聲稱將所有的員工都已經撤回香港 那他就聲稱這樣,是不是真的你自己調查 但肯定有一點就是說 這些停止運作已經是事實 在台灣台北的東區的重高路11號的經貿文版 一直以來都是很多民間團體 就是香港問題抗議時候的遊行集會的終點 基本上呢,這麼久以來 民間團體從來都沒有襲擊過 甚至沒有走近過辦公室 很多民間團體遊行去到那個地方 在門口叫完口號就已經完了 基本上都不會上去打擾他們的 但肯定有一點就是說 現在香港政府怎麼看呢 他說呢 一開始就不解釋原因 就說跟疫情無關 這麼編起了很多的猜測 然後呢 5月21號 禮拜五 時隔三天之後 萬吞吞 花了72個鐘 都不知道被你們班公務員做什麼事的 整個垃圾 就聽黨指揮 聽黨話 跟黨走嘛 黨慢就慢 黨白癡就白癡 黨要退72個鐘 就退72個鐘 低良仔 他就於是乎什麼呢 台灣多次粗暴干預香港事務 他說破壞雙方的關係 甚至乎呢 職員受到台灣境外激進人士的威脅 哪個職員 在哪裏 在哪個地方 受哪個威脅 這半個都說不出來 我桑普哪裏威脅到你任何人的安全 香港人在這裏辦事 這裏公務員就做了 我從來都不威脅到你的安全 我再說一次 哪個人受到哪個地方 哪個時間受到威脅 who whom when where 說不出來 就是誹謗 還有一件事 在台灣誹謗很大劑 你知道嗎 坐牢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推出所謂的援港方案 就是他批評台灣的 就是職員受到 台灣境外激進人士的威脅 我不知道哪個威脅 另外就是說 另外推進所謂的援港方案 單方設立台灣 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 為暴力示威者 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人 提供支援 這些說法 簡直去到這種 不知所謂的地步 粗暴 嚴重地 粗暴地干涉 中華民國台灣的內政 而這件事 我們表達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 這個是一意管支的 以其人之道 還是其人之身 你說什麼 如果這個垃圾 香港政府說得對 一意管支的話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美國 澳洲 加拿大 英國 甚至乎在歐洲各地 香港經貿文版 或者香港本身的辦事處 你們全部的職員 是不是違反國安法呢 在台灣的香港經貿文版的人員 知所進退 知道這個地方 又要推進所謂緩港方案 單獨設立服務交流辦公室 為暴力示威者及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人 提供支援 我告訴你 我從來都不認為它是暴力示威 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他說這些對黑暴提供支援 他這樣聲稱的黑暴是他自己的認為 但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你不撤除了美國 那個經貿文版呢 撤掉中國大使館 國家安全 撤掉中國大使館 撤 英國撤 澳洲撤 紐西蘭撤 法國德國全撤 日本韓國全撤 撤掉他們 他們不撤 你們這幫官員 就是 勾結外國勢力 破壞國家安全 我再說一次怎麼勾結 就是說 明知道 那個國家 是有援助香港方案 實際上 各國用爛文法提供政治庇護 這些已經甚囂塵上 加拿大做了多少個案 美國做了多少個案 英國做了多少個案 英國BNO簽證都給你 你香港還不撤 中國大使館 你是不是勾結外國勢力 做事 他們破壞國家安全 你們不撤 你們是不是要判終身監禁死刑 所以說給大家知道 不用死的 終身監禁 比你還要死 所以說給大家知道 你們這幫 台灣的狗官狗賊狗黨 不知所為 全部要撤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怎麼不生氣才行 桑普不要那麼生氣 我想你知道 罰也有誤 還有一件事 這些這樣的情況 是遇到多少台灣政府 和台灣的民間團體 都有聲援 聲援台灣 很簡單 很簡單 你撤除這件事 基本上就是台港斷交 實質上是斷交 也在威脅台灣駐港辦事處的安危 他們現在有八個官員在一個地方 分分鐘到今年年內 他們所有的人 也都會逐一的簽證到期 中國政府 香港政府一直是說 台灣不接受九二共識為由 就不會再做這些人的簽證了 2018年 盧祥水先生 他成為了 台灣駐港辦事處的 ahead 一直以來都沒有簽證 其他在這裡的簽證 可能今年陸續都會到期 台灣這個駐港辦事處 可能都要接 都要接 那接了的話 對於很多的收件 或者接觸 肯定會有影響 這個台灣和香港互設這個所謂辦事處的安排 是在2011年12月開始的 當時是馬英九執政的時期 馬英九第一個任期 當時是國共友好 那所以就是 要香港特區政府 跟台灣當局 即台灣的政府 中華民國政府 達成了這個 互設辦事處的一種做法 現在撤除了 好了 會不會 反過來 走回八九十年代 中華旅行社 如果熟悉這方面的 香港人都知道 台灣當時是駐香港 中華旅行社來營運 即是用旅行社的方法 作為聯繫的單位 和台灣的陸委會 和有關的部門做聯繫 那現在會不會做到這樣呢 這個極有可能 如果做不到 因為那些人在香港 都可能受到工作簽證的困擾 所以以後香港人 要辦台證 就需要 可能在網上申請完之後 就把這些件 就要扔給台灣 台灣都要寄來香港 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就好像 很多香港人申請BNO的方式來處理 不是說一定不行 即是一定會死亡的 會有dead end的 不會 即是山不轉路轉 依然會有方法處理 但那個方法極為迂迴 時間、勞力、費用也更多 你也沒有辦法和台灣官員 和香港人本身也沒有直接接觸空間 同時現在呢 香港都放棄了 他們官員和在台港人的接觸空間 在台港人也有藍絲 各位千萬不要 真的有藍絲 這些 哪個服務他們呢 他們很可憐 很孤兒的 是不是 他們要回香港辦證 要拿梁文正回香港辦 要拿寡老子回香港辦 是不是 要拿香港的證書回香港辦 找律師回香港 這些東西 以前是通過這個 香港經貿雲版 在台北搞定的 現在不行 你不是浪費藍絲時間嗎 還有那些黃絲 就算我們這幫人 都有時候需要辦的 尤其是對於一些 沒有辦法回香港 或者是說 極度不願意回香港的人 他們在這個地方 如果要認證任何的文件的話 那沒有辦法 就要托人在香港辦 就沒有辦法 在這個地方直接 是由這裡的香港經貿雲版 作出對於文件簽名的認證 這地方是會 免得失事的 但問題就是 這些小小苦楚 會有衝擊 但不大 我問過很多 尤其我經營台灣香港協會 我也認識很多的在台港人 他們基本上來說 覺得這個經貿雲版 對他們的生活來說 基本上不起任何的影響 他們會找台灣當局 或者很多民間團體 去協助幫忙 也都很少 尋求經貿雲版幫忙 某程度上 經貿雲版 其實負擔雙重功能 一就是服務在台港人 或者是要去香港交流的台灣人 但現在基本上已經是ZERO 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呢 還有兩個意義的 一就是彰顯了 就是所謂的港台之間友好 現在就是斷交 就是這樣的意思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 一個情報機關來的 就是 香港官員駐台灣的情報機關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沒有了之後 對他們的影響 證明沒有影響 因為很簡單 中國共產黨駐台灣更多善 更多在地協力者 再更多善人幫他幫忙 幾多地下黨員 潛在黨員 扮黃的又有 是不是 根本上一大堆 這些人 繼續做的一些壞事 我告訴大家 這個情況是普遍存在 在這樣的情況 香港人 在台港人 不會受很大的衝擊 我很承認這一點是事實 而同時後 台港斷交 這個影響也挺深遠 可以這麼說 未來 香港人要尋求台灣的支援 現在還有一個最後的可能幾個月時間 有一個台灣駐港的辦事處 就是金鐘的這個力保中心 四十樓十一樓 大家很清楚 但是如果這個辦事處都要設管 或者提前因為香港這件事要設管的話 那我會覺得這個是一種對香港人的悲哀 所以我都說了一句話 花開堪節值需節 莫待無花空節之 很多時候時間就是一切 律師有句話 time is of the essence 那在合約上如果寫這句話 就是你只要有延期的話 對方可以即時終止合約 不需要配上任何責任 那現在這個經貿文版設管 預示了暴風雨正在會來 那大家要明白到 情勢不是那麼樂觀的 那當然我們會慷慨發言 也都會清晰地張獻我們的一些意思 台灣香港協會和我的立場都很清楚的 就是一致譴責這種做法 覺得這個做法是不妥當 而同時又看得到 很多民間團體 尤其是台灣換港的電線 包括很多的民間團體 也都在Facebook發表了一個 很易正前的聲明 所以他都很感謝江文賢先生 能夠做到很清晰的論述 而台灣陸委會 也都發表了一個聲明 他就說 這個是香港片面的違背承諾 雖然尊重這個決定 但是表示極度的遺憾 台灣陸委會認為 國安法使得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在 香港政權是屈從符合中共的政權 帶來了民主人權的浩劫 台灣施展人道關懷 提供必要服務 竟然被誤讀為台灣方面 單方面的挑釁 這種香港政府 蔑視民主和法治的心態 是更加反映港府心虛 感到萬分為陷 而這一點是很清楚的 即是換言之 台灣陸委會 是已經有相當大的聲明 在這個地方說 沒辦法去扭轉 你不喜歡撤 你就走 你就走 總之你不要留守 就行了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你香港的官員都要逃亡 香港貿法局台灣總經理潘惠森 在今年3月底請辭留台生活 我問你 香港特區政府 你給我一個說明 潘惠森 是不是現在你的官員 不是 請辭 為什麼他要走路 為什麼他要走 要來台灣 而台灣方面 我都給你一個問題 潘惠森是不是間諜 是不是特務 這一點 國安可不可以調查清楚 本住一如既往 我是這些政府機構裡面做事的人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信任他呢 各方面的事情要清楚 那現在香港政府仍然開放 一百二三 一百六八 這些一站通的服務呢 被在台港人去支援 但說真的 太玩笑了 我根本上不會打這些電話 因為很簡單 這個獨裁專制政權 還求他什麼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去到今時今日 這個組織要倒台 這個香港經貿文版 暫停運作 我會覺得 就好像毛澤東說的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內得如何呢 所以我會告訴大家 面對他 我們未來會有很多驚濤蟹浪 我都會自於一個個面對 但我覺得你走就走 我又不會樂觀 又不會悲觀 我只要告訴你 你很可笑 也都很可恥